大家好,这一份安全教材主要的课题是有关化学实验室强检的危害以及注意事项 这一份的教材,它的撰写者是中正大学化生系的尤锦晴副教授 首先我们必须要强调,认识危害就不会危险 这一份教材主要要各位认识的是有关强检的危害 唯有对强检的危害有所认识 在未来在处理强检的时候就比较不容易遭遇到危险 真正的危险是你不理解这些物质的危害性 而以一个非常不谨慎的态度来处理的时候 那就会有可能造成极大的危险 这一份教材,它的内容分为五大部分 首先我们会针对强检做一些简介 接着说明一下它对人体健康的危害 接着说明有关操作的时候应该注意的事项 以及举一些例子有关一些意外事件的发生 以及事后如何的进行紧急的救护 最后我们会说明一下相关的一些费益的处理 接下来我们介绍一些强检 首先我们对强检做一些简单的分类 在这个地方我们要介绍的强检是主要在大专院校 国高中实验室里面常见的强检 但是在工业界里面 尤其是在制药界里也常常会使用到 首先我们可以把这些强检分成为无机的强检 以及有机的强检 首先我们来看一些常见的无机强检 这些常见的无机强检基本上是可以融在水里面的 而在水溶液里面它会完全的解离成为相对应组成的阳离子 以及氢氧跟离子也就是OH-所谓的hydroxide 它的主要用途是用来中和酸性的化红来形成盐类 在这里旁给各位看一下常见的氢氧化钠 以及氢氧化钾的形态 氢氧化钠基本上是一种半圆形的颗粒 它之所以制造成为半圆形的颗粒是为了方便秤量 否则如果制成圆形的话 容易滚动 放在秤盘上面的话 不易控制 而且容易滚落到你的实验台或者甚至于地面 由于它会滚动 如果找不到的画流存在地面上吸了水之后会变成一种非常滑的粘液 有人不小心踩到的画容易滑胶 至于氢氧化钾 它自备出来之后是一种片状的固体 就跟刚刚所提到的氢氧化钾看起来非常类似 它们的性质也非常类似 使用的时候不可以用徒手来触摸 除了刚刚所提到的一些常见的无机强检之外 还有几个我们常常在有机实验室里面会使用到的有机强检 也必须要特别的注意 之所以被称为有机强检 是因为这一类的强检对于有机溶剂的溶解度很好 也因此在进行一些有机化学的反应的时候 因为需要使用有机溶剂 无法使用刚刚我们所提到的无机强检 因为它们对于有机溶剂溶解度太差 也因此我们就必须要使用那些可以溶解在这些常见的有机溶剂里面的有机强检 最常见到的有机强检是这一类由纯类所延伸出来的一些强检 由于纯类的话 我们可以视为是水的延伸物 基本上跟氢氧跟离子非常类似的是 它们的阴离子都是在氧上面 比如说这个地方我们看到的第三丁基氧化钾 以及钾氧基纳 移氧基纳 它们的碱性与氢氧跟离子差不多 但是由于在氧上面有这些推电子的有机取代机存在 因此它们的碱性会比氢氧跟离子稍微高一些 它们所相对的这些纯类的化合物的PKA大略是在16到18左右 另外还有一种常常在有机实验室里面会用到的碱 是这个被称为叫做LDA的二义丙基的氨印离子 它的制备是来自于相对应的氨化物 用一个有机强检来把氮上的氢给拔去 相对应的这个氨化合物 它的PKA大概是在35左右 跟刚刚我们所提到这些纯类的化合物 它们的PKA在差不多16到18 这中间差了非常大的一个数值 换言之也就是LDA这样子的一个碱 它的碱性是比这些类似氢氧跟离子的 顽氧因离子要强太多 也因此如果它曝露到了空气或者是丢到水里面 就会非常剧烈的作用 而LDA经常是在一些 易燃的低分子量的米类的溶剂里面来制备出来 也因此不慎曝露到空气或者是接触到水 剧烈作用之余呢 产生的高热也容易使得使用的有机溶剂 瞬间燃烧造成极大的危险 所以在使用的时候必须非常的小心 另外还有一种在有机实验室里面 可能会使用到的就是这一个安化纳 安化纳它的碱性跟这个刚刚所提到的LDA是非常近似 不过它普遍的是当场在液态的胺里面来制备 随即的立刻使用 但是这是在液态的胺里面 本身就具有相当高的危险性 因此在使用的时候当然仍然是必须要小心 而如果真的需要使用纯的安化纳的话 必须要特别的小心 因为这个纯的固体是具有爆炸性 非必要的时候我们的建议是尽量不要去用它 应该考虑一些其他比较安全一点的强碱 另外说明一下强碱的性质 那基本上刚刚提到过 它们都是普遍的 是很好的直子的受体 就拿我们的氢氧根离子做一个粒子 与这一个ammonium的氧离子 可以进行一个酸碱的反应 从这一个氢氧根离子 从这一个ammonium的氧上面 攫取一个质子 产生氨 另外它们也可以是所谓的固电子的提供者 比如说你在看这一个氢氧根离子的时候 也可以把它视为是这一对的固电子对 提供出来跟这个地方所提供的H正来结合 普遍它们的使用 最常见到的是拿来把一些酸来去质子化 或者是去中和一些强酸 要去检验它们 尤其是水溶液 可以使用广用的氏锐氏子 会让它们变成为蓝色 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一个广用的氏子 在这部分 在不同的碱性的环境之下 会有不同颜色的呈现 当它的pH值到达14这样子的一个强碱的状况的时候 它是蓝色的 另外它也可以让无色的分态视义变红 它们具有导电性质 通常具有我刚刚所提到的滑逆感 实际上我们日常生活上面所使用的肥皂 基本上就是一些缩酸的盐类化合物 那是基本上弱减的性质 也因此这种滑逆感就好像我们在使用肥皂的时候的那种感觉一般 同时呢它不是很容易用水轻易的就冲洗掉的 我们通常要用比较多量的水才能够把这种滑逆的感觉给冲洗掉 这是普遍的这一类的提供氢氧跟离子的这个碱性的化合物 它们所具有的一种特殊的性质 它们也同时具有腐蚀性 接触到皮肤的时候会造成伤害 也因此我们要避免直接的接触 尤其是这些强碱浓度很高的时候 甚至于它跟一些物质剧烈作用的时候 有可能会引起燃烧 然后还有一种或许我们应该称它们是很强的还原剂的 就是离钠钾这一类的碱金属 这一类的物质它们也是可以跟水作用 比如说在这个地方所举的例子 钠可以跟水作用产生氢气以及氢氧化钠 也就是一个强碱 但是这是一个剧烈的反应 产生热以及易燃的氢气 再加上空气中所提供的氧容易燃烧 而且产生爆炸是极为危险的 接下来我们要介绍强碱对人体健康的危害 首先为了做对比 先看一下酸性化学物质对于皮肤所造成的伤害 它所造成伤害通常是让组织脱水 导致了凝固性的坏事 然后它会形成一层夹皮 但是呢反而因为这一层夹皮的出现 它能够防止皮下组织的进一步损伤 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图像 那是强酸所造成的手部的伤害 你可以看到刚刚我们所提到的这种结痂的伤害 作为一个对比 碱性的化学物质 它所造成的是一种异化型的坏事 主要是由于氢氧跟离子能够导致脂肪的造化 换言之就是脂肪这一类脂类的化物 它的水解也造成了组织的破坏 也可以造成蛋白质的分解 它的细胺件可以被破坏 导致这些细胞膜的乳化 进一步能够穿透组织 也因此它的灼伤程度往往更深 也因此相较于强酸的灼伤 那通常是立即产生严重的疼痛 但是强件它的暴露 会经过一段时间之后 才会感受到灼伤的疼痛 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 另外相对的强件造成手部的伤害 这种形态的暴露在清理这个创伤的部分 是更为困难的 也因此它因为比较深入造成的这些灼伤的程度 往往是比较严重的 另外我们要介绍几种常见到的强件 特别的做一些说明 一个最常使用到的是清氧化钠 清氧化钠如果不甚接触到的话 尤其是浓的清氧化钠容易 因为它具有非常强的腐蚀性 也因此就会使得你的皮肤的组织 或者是一些其他接触到的组织 产生严重的烧灼伤 在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正常的皮肤 剖面图是如此的 如果是一级的灼伤 受到伤害的是表皮的部分 如果是二级的灼伤 它深入之后就会伤到真皮层 更糟糕的是三级的灼伤 就会深入到皮下的组织 也因此如果不慎的接触到 一定要在第一开始接触到的时候 立即的进行处理 如果不幸的吸入的话 低浓度的清氧化钠的粉尘 这是在工业上面有可能会发生的 或者是含有清氧化钠的水气 或者是烟雾 那它就会造成鼻、喉以及呼吸道的刺激 如果是非常高浓度的清氧化钠的 这种形态的吸入 不会意外的 它会造成上呼吸道的一些肿胀精卵 更严重的导致呼吸道的阻塞 以及最终丧失的脉部 也可能导致肺部的发炎 以及肺部液体的堆积 如果不慎吞食的话 那当然就会对口腔、咽喉、食道跟胃 造成腐蚀性的伤害 而且是非常迅速的导致穿孔或者是出血 如果是直接的把固体吞下去 或者是这些异胎的清氧化钠的容易 会导致自发性的呕吐 胸腹部的疼痛以及吞咽困难 脆弱的眼睛如果接触到清氧化钠的容易的话 会立即产生疼痛跟刺激 严重的情况下会造成眼睛混浊 破坏到你的眼角膜 甚至于失明要特别的注意 我们要另外介绍一个比较特殊的试剂 叫做TMAH 它的中文是氢氧化四甲氨 结构在这个地方 它的结构除了它是一个离子型的化合物 溶在水里面会产生 完全的解离产生氢氧根离子之外 它还有另外这一个四级氨岩的氧离子 等一下我们会提到它的可怕性 那么TMAH是半导体质层里面常用的 石科剂以及显影剂 因此在这一个领域里面工作的同仁们要特别的注意 在浓度为10到25个重量百分浓度的时候 它的撇取值通常会高于13强烈的解禁 它会导致呢 在暴露的时候造成二级及三级的灼伤 当然不会意外的 是因为它在水里面会解离出来 相当高浓度的氢氧根离子 但是呢 更严重的是四甲基的氨岩的那一个氧离子 它可以被人体吸收 造成破坏性 具有筋疲极性的毒性 甚至于可能致死 只要大于1%TMAH水溶液 接触到的话就有致命的风险 这是尤其要特别的注意 虽然它的腐蚀性是来自于氢氧根离子 导致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这一些 对于皮肤眼睛呼吸道的一些腐蚀的影响 但是这些暴露致死的个案里面 其实主要是因为四甲基氨氧离子所造成 因为它会作用在神经肌肉心脏或者是腺体 最终导致呼吸的衰竭 那它的这一个神经毒性来源 可能是因为它在结构上面 跟神经传导的物质 以希胆解 也就是这一个英文称为 Acetylcholine的神经传导物质 里面可以看到的这一个四甲基氨岩的这个结构 非常类似所导致 另外还有一个尤其是有机的研究实验室或者是制药液有可能用到的 是这一类的有机离试剂 这些有机离的试剂 基本上是碳的阴离子 是一种碱性极为强的碱类化物 也是非常强的清合性的试剂 我们在前面提到过氧的阴离子 比如说氢氧根离子 谈过氮的阴离子 例如sodium mi 氨化钠 现在我们看的是碳的阴离子 它的碱性的强度是碳的阴离子最强 接着是氮的阴离子 最后才是氧的阴离子 而由于它的碱性非常的强 它如果曝露到空气的话 它有可能会导致一级危害的这种自然现象 各位对于这个英文字 Pyrophoric 一定要特别的注意 能够认出这个英文字 所代表的这个自然性的意义 一旦这些有机离的试剂 曝露到水之后 它就可以跟水进行反应 也可以跟空气里面的氧进行反应 以及氧氧化碳进行反应 也因此它曝露在空气里面 非常容易 因为这些放热的反应 最终导致燃烧而产生灾害 在进行这样的一个反应的时候 通常都会在这些氮气 或者是氧气这些鱼顿的气体之下来操作 绝对不能让它们铺露到水氧跟二氧化碳 而它的危险性 另外也是由于 它通常是溶在有机的溶剂里面 比如说乙米THF二氧氧甲碗 正的雾碗正极碗正的根碗还有还极碗 这一类非常易燃的而且挥发性的有机溶剂 因此它一旦产生燃烧造成的这个厚是非常严重的 由于它是强碱所以一旦接触到皮肤就会产生严重的腐蚀性 另外进入人体可能会导致胎了或者是对于肝肾脏中枢神经系统的一些危害 在合成的实验室里面经常使用的是正丁基礼 重丁基礼 熟丁基礼 还有甲基礼 以及本基礼 使用的时候都要特别的注意 而其中 这个熟丁基礼 是一个非常强的 丸基礼氏剂 是这一类的油基礼氏剂里面碱性最强的 曝露到空气会立即的燃烧 使用的时候尤其要特别的注意 它相对应的那个碗 它的PKA是超过了53 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 如果真的要使用 最好是买那些在正根碗里面的 而不是在这个挥发性特别高的物碗里面的 至少如果有不幸产生的话 它造成的这个危害 可能可以稍微小一点点 接下来我们要说明一下 强检操作的时候 所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 首先有关操作的场所以及设备 当我们在操作这些 具有高度腐蚀性的强检的时候 务必要在一个适当的通风柜里面来执行 如果人不在通风柜的附近的时候 这个通风柜的拉门一定要拉到最低 当人员在通风柜前操作的时候 尽量要让这个拉门的下沿在我们的口鼻之下 以避免吸到任何可能发生的强检气体 或者是粉尘的溢散而被吸入 当我们的这个拉门的最下沿在你的口鼻之下的话 因为它是在一个抽风的状态 气体是会往拉门里面来行进 也因此不会吸到任何的这些气体或者是粉尘 另外当然在使用的这些实验室里面 必须要保持通风顺畅 必须在一个负压的状态 以避免强检泄漏的时候 相关的一些气体或者是粉尘泄漏到实验室的外面 在个人的防护设备部分 在进行这些实验的时候 一定要戴上护目镜或者是面罩 还有口罩专用的手套以及实验衣 理论上我们应该戴上像这样子的护目镜 它是一个全罩式的 可以达到对眼睛的一个完整的防护 但是如果我们没有护目镜使用的时候 也应该要戴上安全的眼镜 安全的眼镜它是有侧边的这些防护 仍然可以避免 如果有任何的一体的飞溅进入到我们的眼镜里面 如果我们使用一般的眼镜的话 它是没有侧边的任何的防护 也因此任何的液体飞溅的时候是非常有机会进入眼睛的 另外我们必须要注意使用的手套的材料 最好是使用这种形态的钉琴手套或者是这种形态的一些绿钉橡胶 它们对于强碱的这个耐受力是比较高的 如果是乳胶手套的话 它的基本组成是天然的橡胶 对于水象的酸溶液或者是碱溶液可以有一些保护的作用 但是它是可以被有机溶剂溶解的 也因此对于一些有机的强碱因为它普遍的都会在有机的溶液里面 也因此是不具有任何防护力的要特别的注意 另外在操作这些高危险性的这些浓度很高的强碱的时候 或许可以考虑穿戴两层的手套 外面是一般的钉琴手套 里面还有的一个比如说钉琴或者是绿钉橡胶的这样子的 比较贴身的这种形态的手套 作为两层的防护 另外针对个别的试剂 像是常使用的NAOH或者是KOH的 以及一些其他的碱金属的氢氧化物 在使用的时候 尤其是NAOH跟KOH所配置出来的高浓度的这些强碱的水溶液 在实验室里面常常用来清洗玻璃 那像这样子的清洗的碱性溶液 应该放在一个像这样子的形态的碱液桶里面 这个碱液桶必须是塑胶的材质 因为墙碱是会腐蚀玻璃的 也因此绝对墙碱是不可以储存在玻璃的器皿里面 那这种由塑胶所制成的碱液桶 可以是现行的低密度锯液 LLDPE或者是高密度的锯液 HDPE或者是PP的 也就是锯饼锡的材料 那它的浓度普遍的相当高 是差不多是200到500克的碱 溶在一升的水里面 同时它里面还会加进去8到12升的酒精 一柄醇水的这样子的一种混合液 这代表的意义就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 Latex这种乳胶的手套 是不可以直接接触到像这样子的碱性溶液的 因为它里面含有这种酒精或者一柄醇的有机溶液 那是没有办法阻挡的 要特别的注意 另外在配置这些 尤其是高浓度的NAOH或者是KOH的水溶液的时候 我们的做法一定是要把这个固体 或者是要拿来吸食的高浓度的这个碱液 把它们加到水里面 而且必须在操作的时候 是在冰液之下 而且是由搅拌的来进行 使得在混合的时候所产生的高热能够立刻的消散 如果是反过来把水倒到大量的这些固体 或者是高浓度的碱液中 立即的产生的高热 没有办法立刻的疏解掉的话 就可能造成简易的喷溅 因为你倒进去的少量的水 受到高热会挥发 有一种像爆炸一样这样状况的一种喷溅 发生是非常危险的 另外在配置的时候 你虽然可以使用这些彭砂的玻璃 像是Pyrex这样子的一个玻璃 那只是作为一个暂时的容器 配置的时候方便使用而已 长期的储存必须要放在 刚刚所提到的上 是这种高密度的HDPE材料的 这些塑胶的容器里面 绝对不可以用玻璃的容器 刚刚提到过 它是会将这个玻璃腐蚀的 尤其是这些储存血清瓶的 这种形态的玻璃 不是很强韧的玻璃 那绝对是不可以拿来储存 强碱的水容易的 另外说明一下 有关我们前面所提到 非常危险的TMAH 这样子的一种强碱化合物 当我们要进行相关的操作的时候 一定要确认 先准备好强碱的综合剂 比如说像迪腐磷这样子的试剂 以及确定紧急的综合物包就在附近 避免如果有事故发生的时候 找不到它们 另外一定要带起全套的防护装备 包括了口罩 面罩最好戴上安全眼镜 穿上实验衣 手操最好是双层 操作以后 残余的TMAH的试剂 是不可以把它倒在金属容器中的 因为它是一个强碱 有高浓度的氢氨跟离子存在 是有可能跟金属进行反应 也不可以把它倒入到任何 有强酸的这样子一个溶液里面 因为会产生剧烈的酸碱综合反应 以及这些像锡氯酸钢 氯钾钾这一类 很明显的会跟氢氧跟离子 剧烈作用的这些有机化物 同时要注意到 氢氧跟离子会跟铜或者是铝的 这些合金剧烈的作用 当然也不应该丢到氧化湿剂里面 不要忘记在TMAH的结构里面 还有一个有机的部分 是可能跟氧化剂剧烈作用 另外要特别提醒的就是 有机离子剂它的操作 要特别的注意到 因为有机离子剂它是具有次然性的 浮入到空气立刻就有机会燃烧起来 再加上还有有机溶剂的存在 也因此使用时候要非常的小心 操作前必须要确认你要用得量 以最小量为原则 同时要操作的这些实验 尽可能的不要做太大量 尤其是操作大量的这种形态的实验的时候 应该不要是独自一个人在实验场所 进行这种形态的实验 那刚刚提到这样的试剂是 技术是很重要的 绝对不可以让它曝露在空气里面 也应该穿戴上完整的个人防护措施 我们的实验衣必须要是防验的 因为如果不是防验的 一旦着了火 不可收拾 那什么样的实验衣是可以防验的 我们在后面会提到 那手套也最好是佩戴双层 护目镜防护面罩通风柜拉门拉到最低的一个高度 都是最基础的一些保护的装置 另外我们操作的这个位置必须要10秒之内 可以到达吸眼台以及安全的领域装置 那操作以后 残余的实验必须要把它中和 或者用水把它给脆洗掉 才能够收起到强碱的肺液桶里面 另外有关这些强碱药品的储存跟搬运 必须把它们储存在一个阴凉干燥通风的位置 非常重要的是远离一些酸性的药品 这些氧化湿剂以及水源 应该储存在一个防暴的药品柜里面 各位可以看到这个柜子 它都是有金属的一个框架 比较安全 另外我们要把这些强碱的湿剂或者是药品 放在一个塑胶的秤盘里面 而这个秤盘必须要大于这个药品一半的高度 它的容量必须要能够盛装 假设这些瓶子里面的液体或者是固体泄露出来之后 不会溢出 同时我们的碱性的这些药品必须要分类存放 另外这些药品柜应该要上锁 避免地震掉落到外面 或者是避免不相干的人员 不正常的取用 另外因为强碱的药品具有腐蚀性 不应该把它储存在高处 而应该是低于1.5公尺的一个高度 以避免取用的时候倾倒 造成危险 搬运的时候也应该把它放在像这样子的一种秤盘里面 来搬运 避免一不小心倾倒 泄露 造成人员的损伤 另外 尤其是我们前面提到过 基本上一些有机的具有高还原性的强解 应该定期的进行检查 接下来我们要介绍几个意外事故的范例 以及事后的一些紧急救护 首先要提的一个例子 是一些高中学生在进行科展的化学实验的时候 发生了稍微爆破的意外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他们正要准备搅拌一个强碱的容易 但是没有注意到 他们所使用的搅拌棒上面 还有没有擦干的水滴 结果造成了这个水分和强碱发生了 剧烈的放热反应 瞬间的释放大量的气体 而使得这个玻璃烧杯当场的爆破 强碱的液体泼洒出来 造成了灼伤 它造成的伤害是 使得有一名学生的诱眼 造成了三度的灼伤 导致了最后裸湿的湿地只剩下0.2 这个事故告诉我们 当我们在配置强碱的容易的时候 一定要像我们前面所提到的 把这些浓的碱液或者是固体 加到水溶液中 而且是缓慢的处理 而不是一瞬间全部把它倒进去 而且在进行这样的一个稀释的过程里面 一定要在冰浴之下来进行 而且需要有搅拌 另外他告诉了我们 在搅拌这些强碱的容易之前 必须要确定你所使用的这些器具 它没有残余的一些水分存在 另外当然因为这个例子造成了眼睛的灼伤 所以戴好护目镜是真正非常重要的 另外当然也应该穿戴好个人的安全防护设备 另外这个例子是 在大学的一个实验室里面所发生的事情 研究助理在进行一个酸碱中和的时候 发生了气泡的意外 在这样子的一个事故里面 在进行氢氧化钠的酸碱中和的时候 显然操作不慎 造成了跟刚刚一样 少被受热瞬间放出大量的气体而爆炸 这个事故造成的结果是 当事人的右手当场被玻璃割伤 身上有很多的灼伤 伤势相当严重 实验桌上的器材甚至于都烧成了焦黑 周围都是气泡的痕迹 这个事故告诉我们 再一度的酸碱的中和的实验 必须在冰玉之下来进行 而且是缓慢的执行 而且必须要在通风柜里面进行 应该把拉门拉低来保护 至少胸部以上的部位 避免受到这些爆炸喷溅的时候 有大面积的暴露 另外当然再一度的戴好护目镜 穿戴好个人的安全防护设备 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意外是在产业界所发生过的事例 是一个南部的半导体工厂 有一些人员在进行肺益管线的工程 一不小心被沾染到了2.38%的TMAH 而其中一位人员呢 被沾染到TMH的手套碰到了脸部 另外一人他的左手腕 以及右侧脸部也被喷溅到 还有一人他的右手掌受伤 索性 这个接获通报以后 工厂的健康人员立刻 及时的初步处理 移除消防局 也派出救援人员到了现场 使用了迪弗林来清洗以后 把患者送医 很幸运的这个例子里面 没有造成很大的伤害 除了脸部跟手不轻伤 两名当事人都没有很大的伤害 也因此他告诉了我们 意外发生时候的正确处理 可以有效的降低伤害 下面这个例子 是一个在国际上非常著名的例子 美国的一个知名的一个大学 有一位新进的 没有经验的研究助理 他使用了大量的熟丁基磊 也就是T-butyl lithium 我们在前面提到过 这样子的一个事迹 它具有自然性 非常危险的一种试剂 事故的发生的原因 是因为这一位助理 因为他没有经验 他使用了一个容量为60毫升的塑胶针筒 经过多次来取用熟丁基磊 每一次要吸取50毫升的量 再强调一遍 这一个塑胶针筒的容量是60毫升 那吸取50毫升的量的话 代表的是那一个活塞 必须要拉到非常的后方 也因此 这位助理一不小心 把这个整个塞子 完全拔出了针筒 也就导致了 这熟丁基磊接触到空气 而且应该有一些喷溅到 它的身上 而熟丁基磊一接触到空气 就会立即燃烧起来 这位当事人他没有穿实验衣 导致了他身上所穿的 锯脂纤维材料的上衣 甚至于他的丁琴手套 也都燃烧了起来 最终导致了他的全身 瘦到40%的三级烧烫伤 急救之后 仍然在三周之后不治身亡 之后 这个事件导致了 这个实验室的负责老师 受到控诉 打了相当多年的官司 要避免这样的意外 这个事故告诉我 任何时候 我们在使用针筒 来吸取任何的事迹的时候 你所吸取的这最大体积啊 必须是这一个 玻璃针筒的容量的一半 不要太贪心 抽取过多 因为这有可能导致 使用不慎 把针筒的那一个塞子 拔出了针筒 而造成类似像这样子的一个危险 另外 他也告诉我们 在进行任何化学实验的时候 都应该要穿着实验衣 而且这个实验衣 应该是要棉质的 应该尽量的避免 锯子纤维材料的贴身衣裤 为什么我们所穿的实验衣 应该是棉质的实验衣 因为是棉质的实验衣 比较不容易燃烧 可以在这样子的一个事故里面 使得伤害不至于过重 另外我们要稍微提一下防灾的对策 以及紧急的救护 一旦你暴露到化学的实验 有了皮肤的接触 应该立刻的用大量的清水 先冲洗 不要浪费时间 要用相当高流速的水 冲洗至少15分钟 来把多余的简易给冲洗掉 冲洗的时候必须要脱掉污染的衣服 最好是要用剪刀来把衣服剪破 而不是用脱的 因为这有可能使得粘附在衣服上面的皮肤脱落 造成更大的伤害 另外鞋子以及这些饰品等等的 也应该把它脱掉 如果冲洗以后仍然有刺激的感觉 或者如果有皮肤大量的接触 即便没有什么刺激感 也仍然应该立即就医 如果是眼睛的接触 应该立即的跑到洗眼台 立刻将眼皮撑开 用缓和流动的温水冲洗污染的眼睛 要小心不要让清洗的污水流到 没有受到影响的眼睛 冲洗15分钟以上之后 立即就医 另外实验室应该要准备好一些化学的灼伤储物剂 例如像迪腐磷这样的试剂 这是一个实际的各类型的迪腐磷的防护包 这个迪腐磷的溶液 它是一种两性的物质 具备有缓冲强酸强碱的能力 可以有效的帮助减缓皮肤 或者是眼睛灼伤的受损 最后我们要强调一下强碱肺液的处理 如果肺液的PH值大于12.5 或者是这些处理过的强碱物质的液体 都应该归类为强碱的肺液 应该把这些强碱的肺液 放置在合格的高密度 剧液剂所谓的HDPE材料的肺液桶 类似像这样子的蓝色的或者是这种白色的 不可以使用金属的容器称装 尤其是由铜或者铝或者其他的一些金属的容器 肺液桶它的称装不可以超过8分满 必须确认筒盖是完全锁紧 以避免收集过程中产生渗漏的状况 同时这些肺液桶也必须放在称装盘里面 而称装盘也必须确认它的体积是可以容纳 里面所放置的这些肺液桶如果完全泄露的话 不会露出来 最后谢谢各位的收看 这个计划的经费是由行政院环境保护署 独物及化学物质局赞助 这个计划是由行政院环境保护署